办法是临时顶弃别人的 哼 那可真巧 真美也是顶她小干妈的 对吧 你怎么来了 哼 我在家看节目越看越精彩的 干脆在现场看看呗 那又不这样 你们俩先聊 我先走 好 再见 再聊一会呗 过了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干嘛 来找我 那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了 傅星翰 我给你买房子的钱 你是不是全部拿去买股票了 其实你给钱我的时候 我就想跟你说的 不过我就知道你不同意 所以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有点累了 诶 真美 真美 你说话吧 你不说话 我心里憋得慌了 要不 你骂我吧 对 是我糊涂 是我贪心 我该死 我记得我六岁那年 把我爸爸的一个茶杯打破了 他非常生气 脸拉得特别长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他那么严肃过 他以为是妈妈打坏的 就跟妈妈吵起来了 吵得特别的凶 后来 我特别害怕 但是我还是勇敢地对他说 这杯子是我打破的 我爸不但没有打我 反而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对我说 真美 你做得对 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 不管做错什么事情 一定要诚实 不能够撒谎 一定要让自己心里坦坦荡荡的 对不起 金翰 我们认识五年了吧 这好像是你第一次骗我 真美 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我知道 你是一个不爱冒险的人 你不会拿三十万去买股票 所以我才 我才 对啊 本来这笔钱 就是用来买我们结婚用的房子的 退一万不说 你想用来投资干别的 你也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呀 金翰 我觉得钱没有了 可以再挣 可是你破坏了这五年来 我对你的信任 这些东西不是一天两天 就可以补救回来的 我错了 不认识吗 其实这一天 对不起 我 有 有 你 你 你 我 回来了 回来怎么不开灯啊 还没睡觉啊 我怕吵醒你们哦 防你嘛 尝尼爸这呼噜打得像开火车 不过奇怪 没他这呼噜 我睡觉还不香 今天呀 我跟你爸呀 给你准备了好多 这是你那个改口的红包 现在结婚怎么这么复杂 弄得我脑袋都大了 我当初跟你爸爸结婚那会儿 特简单 就抱着一床背后 拿着个脸盆和洗漱用具 就结了 你一抄手现在 一点想不到都不行 妈 我觉得你跟爸爸挺幸福的 我觉得挺幸福的 你爸 你爸 人挺老实 挺忠厚 事事都让着我 处处都关心和照顾我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老依着我 所以我觉得他 他是不是都给我惯坏了 是不是我在家里特霸道啊 你觉得呢 没有啊 我没跟你说过吧 你老爷这个人呢 重燃轻女 所以我小的时候 过得一点都不愉快 家里也穷当时 不过 要是家里有点什么好吃的 好穿的 他都依着男孩 我们都捞不着 心里可郁闷了 自从嫁了你爸爸 哎呦 那我简直就是 他的掌上明珠啊 我恨不得要月亮 他能给我够起 所以我说孩子 女人哪 父母你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可是老公 是你自己选的呀 结婚不等于幸福 可是你要选对了老公啊 那才是你的幸福 妈 爸爸从年轻的时候 一直都对你那么好吗 是啊 年轻的时候 到现在他一直这样 从来都没跟我大声说过话 更甭提说动我一手指头了 妈 爸爸他骗过你吗 他敢 我好像没逮着过 就让我逮着 我心 穿穿穿 睡吧 睡吧 别紧张吧 要结婚了啊 来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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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你跟女儿不不叨叨在这儿说什么呢 说你坏话呢 嗯 我有什么坏话让你说呀 哎 哦 哦 你的坏话我们可多了 嗯 那你说我听听吧 你真要听啊 嗯 给你数数啊 坐一呀 嗯 你睡觉不老师 这二呢 看你看 我还以为你真要听呢 你干嘛呀 你好明 哎 来来来来 你帮我看看 这日期是 印得不清楚 跟 你看 这几月几号的 哼哼 十月十二号 啊 哎 哎 文文还挺香的 你可香好了啊 有没有什么还要买的 免得我到处再跑一趟 啊 我看没什么可买的了 咱家真美啊 马上要出差了 要做那么多 咱两两口到处老吃上的 你说呢 哎 让信函到我们家吃饭吧 哎 我发现 最近信函好像 有点不太想让人家吃饭了 年轻人 脸皮薄嘛 脸皮薄 还能追得上咱家真美呀 莉莉啊 这个事得这么快 如果信函 他要到咱们家 大吃大哥的 你又嫌他没归咎 我去买一张报纸吧 是这么回事啊 买这么多萝卜看 哎那我不等你了啊 哎好嘞 大妈我帮您 哎你这个人想干什么 我帮您过 想打劫啊 你想抢劫啊 大妈 你误会了 我没那意思啊 快来人家抓紧啊 你误会了 他要抢我的东西 哎 要抢我的包啊 你怎么在室室要抢这东西呢 误会了误会了 你别说 走走走走 我先抢了 误会了 大妈你怎么这样 谢谢您啊老同志 哦不客气 谢谢您建议勇为的市民行为 希望您呢 今后继续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 使我们的社会治安越来越好 这请民呢 本来就是一家人 以后你们有需要我的地方啊 我老头子一定义不容辞 我们准备安排电视台 对您进行一次采访 您看方便吗 电视台 哎呦 我想起来了 刚才抓到那个人啊 我在电视上见过他 哎 他好像跟我女儿 做过什么节目呢 哦 那你以后啊 可要多多注意 女儿的安全啊 哦 好 那我走了 好 慢走 哎呦 这怎么回事啊 警察同志 您怎么不相信我呢 这真的只是一个误会 误会 现场有很多人都看见了 那谁看见我抢她钱了 没有嘛 那你怎么和她拉拉扯扯的 我 我 我就看见老太太她一个人过地下通道 颤颤抖抖的 我就想上去帮她 就这么简单 谁知道我上去帮她就说我抢她钱 这我怎么可能抢她钱嘛 我是做好事情啊 你 那就是啊 怎么样 老人家没事吧 没事 她孙子把她接走了 孙子说了 老人家这两天脑子有点混乱 老以为街上有人抢她的钱 这是一场误会 你看 你看 他们家里人都承认了 这只是一个误会 你先安静一下 现场有几个证人也证实了 不是抢钱那么回事 是这样的 你看 警察同志 您这回总该相信我了吧 您就看我这样子 我像个抢劫的嘛 不可能 这简直是开玩笑这是 好了 事情都已经搞清楚了 你可以回去了 谢谢谢谢 没有我的事了吧 好 谢谢啊 谢谢 真美 你怎么回事 打你电话也不接的 哦 我昨天晚上睡觉 把手机关静音了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但是你得让我把话说清楚啊 我知道 不漂亮是让你挺难受的 但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让以后的生活 能过得更好啊 真美 这是你第一次结婚 也是最后一次 我想把你风风光光的娶过来 难道我这样做 错了吗 辛翰 你有你的想法 而且你说的也没错 但是你想过没有 这些钱没有了 我们的生活计划都会被打乱的 恐龙女的房子买不了了 而且她跟小干妈又是好朋友 这些事情传来传去都会传到我爸妈耳朵里 你想好怎么跟他们解释了吗 还有 本来你爸妈是不同意让我们搬出来住的 现在 我们又要反悔了 你怎么跟他们说呢 这事怎么弄得这么乱呢 我知道 我们结婚没自己房子 怎么说也说不过去 而且外面还传得沸沸扬扬的 说我们要买公寓 可是现在 还有我那些同学 他们会笑话我 我早就应该把这事想清楚 这回是大亏了 沈翰 其实你的同学笑不笑你 并不是那么重要 关键是以后的生活 我们要怎么去面对 结了婚 我们肯定是要买房子的 所以要开始存钱 所以很多生活上的享受就要放弃了 我们不能天天去泡咖啡馆 也不能随心所欲的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还有你说过的 第一年 要带我去洛阳看牡丹 第二年 要带我去黄山锁新锁 第三年 要带我去新疆徒步旅行 这些计划 都不能实现了 好了好了 别说了 说了我心都乱了 欣翰 你也别太心烦了 日子还不是得一天一天都过吗 只是我们的生活 质量 就不能有以前那么高了 我是怕 不好跟你爸妈交代 可是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 早晚你都要面对的 要不这样吧 我们跟他们说 我们不买房子了 我们存点钱 然后去海外 去投资 好不好 你跟他们实话实说不就好了吗 你干嘛还要让我跟你一起撒谎呢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怕他们知道以后 他们会担心我 而且我也担心 你 你会动摇啊 这个钱 我很快就能赚回来 你放心 好不好 欣翰 我不想跟他们撒谎 好吧 我不逼你 你先去新加坡那边休息一下 然后我赶紧的笔钱 你们好好的把婚礼 风风光光的 好不好 他最近太忙了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真的是不好意思呀 都快要结婚了 还让你这么忙 没事 应该的 工作呢 不过呀 我爸说了 等你结婚的时候啊 一定放逐了一个月的假期 让你好好的度蜜月 绝对不打架你 我要是不结婚了呢 怎么了 改变主意了 哎 我跟傅星汉都认识五年了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发现 他是这么喜欢冒险的一个人 你知道吗 他把我们用来买新房子的钱 全部拿去买股票了 而且都没跟我商量一下 真的 我突然觉得挺失望的 我知道他想多挣一点钱 可是我觉得这种事 至少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你说是吧 嗯 我突然对他没有安全感了 这还没结婚呢 就这样了 那结了婚 还不知道以后能怎么样呢 洪姐 你说我是不是眼光特差呀 哎 这也不怪你 现在的男人呢 你就是把他丢到扎事机里呗 他都很难得上去去真话来 这是混蛋 行了 你别不高兴了 本来我就心里够乱的了 把你也弄得那么不开心 哎 要不这样 你现在一个人呢 先到新加坡冷静冷静 这负心悍 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让他好好检讨一下 你呢 也好好想一想 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哎 我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顺其自然吧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哎 你也别这样 你知道吗 这爱情啊 有魔力 这婚姻呢 又有约束力 这两样啊 你都逃避不了 都要去面对它 哎呦 我说宝贝 你都多大了 马上要出嫁了 缝个扣 还得让妈妈给你操心 将来嫁出去怎么办 啊 还不让人婆家笑话呀 哎 你也是的啊 你们单位也真成问题 你这马上要结婚了 怎么还怕你去出差呀 这妇女俩 真是的 也太过分了吧 一个叫很有钱 一个叫很独立 妈 人家是红有钱 红自立 就是很有钱 很自立嘛 真是的 这个妇女俩呀 就是不考虑别人 你说公司那么大 叫谁去不行啊 我女儿马上要结婚了 多重要的时候啊 派我女儿出差 一点也不考虑别人 你知道吗 他们乐康集团有今天 你还是开国元老呢 他们这么对待你 简直也太不公平了吧 啊 这不是人家看得起你女儿吗 这就叫能者多劳 知道吧 有 呵呵呵呵 就你一个人有能耐 行了吧 公司就你一个人 能干 好了好了 哎 那副心汉 难道他没意见 你这时候出差 工作忙 那有什么办法啊 现在人哪 都赚钱都赚疯了 我跟你讲吧 哟 不行不行 你爸这两天呀 他胃疼 我给他包了点汤 我赶快去看看啊 一会儿 你赶快收拾 你早点睡了 明天你赶快出差 这是我特意帮你换的新币 汇率很划算的 这里呢有一千块 你要是花不了呢 就留着 啊 还有 你看 我帮你买了很多衬衣 我告诉你啊 新加坡的天气是最适合穿衬衫的 所以啊 你要记得戴哦 另外 我还帮你买了帽子 告诉你 可以防晒的 必须要戴的 我听你妹妹说 你最近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我帮你买了药 这个药你要记得 每天晚上吃半颗 要多喝水 这样的话 既可以保证你的睡眠 又可以保证你的精神状态 哦 对了 新加坡是不可以戴口香糖的 所以你最好不要戴 另外呢 液体也是不可以上飞机的 所以我建议你 把所有的东西都拖运 只拿你的手提电脑 这样的话就不会摔坏了 不是 我是蔡姑娘 你可能就 你听我说完嘛 哦 呀 我忘带了 你要记得 自己多带一双拖鞋过去 在那边呢 属于热带 穿拖鞋的话可以透气 明白了吗 蔡姑娘 我这 新加坡我已经去过二十多次了 真的吗 真的呀 你去干嘛 不 不 我去旅游啊 然后去出公差啊 况且我姑姑也在那边 你姑姑 对啊 亲姑姑吗 反正是差不多吧 是我爷爷的一个朋友的干女儿 我告诉你 这关系太远了 现在这个社会是不可以随便相信任何人的 况且你在那么远的地方 真出了问题怎么办呢 谢谢你 总之我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不是 可能你 你确实搞错了 我是 我是打算要去新加坡 并不是马上 并不是明天就去新加坡 所以你这些东西都 确实 哦 哎 你看 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 你尝尝好吃吗 就我这样问你 你做蛋糕干嘛呀 我第一次做蛋糕给别人 哎 你尝尝好吃不好吃 你要是觉得好吃的话 我以后天天给你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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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你快点快站嘛 哎 哎 叫我叫我 哎 你尝尝点行不行 你看你这个蛋糕吃的 真是啥样了 你吃蛋糕还能吃出的花了呀 哎 但是我还向你表示感谢啊 幸亏你回来的及时 才让我得以解脱 怎么了 怎么了 哎 你没看那个蔡小姐呀 那简直是硬扑硬伤 谁受得了啊 你说你这人真是 人对你硬扑硬伤 还不好了 是 好 但是她不是我喜欢 那种类型 哎 我看她挺好的 你看她那模样和身材 哪点比不上吴清玉了 行了 你别说那些不靠谱的了啊 怎么了 哥 你啊 赶紧的 在吴清玉结婚之前 跟她把婚给结了 气死那个吴清玉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啊 哥 你是不是 还想着那个吴清玉啊 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胡说 我是你妹 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 你要不是想着那个吴清玉 怎么可能对蔡可林 无动于衷呢 你是真恶还假恶呀 怎么了 赶紧吃蛋糕啊 吃就吃 我全吃了 行 原来是不是再给你买一个 你说的啊 蛋糕挺好吃的 是得自个做的吗 怎么看想买的 怎么了 少爷 你不要到工业区嘛 前面有公交车 你自己坐车走吧 老爸 你不是这样吧 你顺路 顺路就送我过去吧 谁说我顺路啊 我现在拉你是白拉 你知道吗 我赚不到钱的 你下车 我得赚钱 钱钱钱 你怎么眼睛里只有钱呀 你不需要钱呢 你不需要钱 你干嘛向我伸手啊 这不才几分钟的路吗 你跟我计较到这样啊 你记住 你现在上工业区是当保安 你不是当总裁 儿子 你要真争口气 你当上总裁啊 我顾八台大教 我亲自抬着你去 你 你这是看不起我 你得做出 让我看得起你的事啊 行行行 走就走 我还真懒得跟你多说了 灵灵 哎 姐夫 哎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来找一个朋友 朋友 男朋友吧 我要介绍的 刚认识三天 哦 哎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先坐着 我再跟你说 哦 他是搞室内设计的 最近公安局要装修 他过来看会 那好啊 搞室内装潢的 一定很有艺术才华 可是他们家的家庭背景 太复杂了 复杂 还有七个叔叔 十二个姨妈 你说这么一大家子的人 我要是真嫁过去了 七七渣渣的 头都会炸的 那好啊 以后过年过节的时候 你会得很多很多的红包 你快饶了我吧 我刚刚已经跟他说过分手了 我一个弱女子 可是应付不了 这么一大家子人 嗯 那就再找一个 我姐姐命可真好啊 嫁了一个好老公 你说你 脾气温和 凡事都听他的 家里背景呢 又简单 又没那么多坏毛病 告诉你啊 我身上可有很多很多的缺点 只可惜你们家的DNA啊 没有往外多传一点 现在好男人可是不多了 姐夫 说真的 我认识的男人也不少 看来看去 我还是觉得姐夫最好 别骗 我还是觉得姐夫 感谢他 对 就 你就 这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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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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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段时间我们再搬出去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不想对他们撒谎 这哪是撒谎啊 我只是找个借口 要不怎么下台你说 你知道吗 你这个借口找完以后 你会承受更大的压力的 反正我不想对他们撒谎 郑美 我求求你呢 你别再逼我好不好 这事我就决定这样子了 你听我一次吧 好吧 要不 要不我们就别结婚了 好吧 你说什么 啊 Zither Harp